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毛泽东的秘书 他是一个大秘书 陈伯达 陈伯达在毛泽东的诸多秘书中 是最后到达的位置最高的 他在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四 但是呢 他的被打倒也是最快的 以至于毛泽东在1970年 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 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 共事30多年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就从来没有配合过 更不要去说 很好的配合 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 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 第二次讨论工业70条 据他自己说 上山几天就下山了 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 下山以后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一次他可配合的很好了 采取突然袭击 山风点火 唯恐天下不乱 大有炸平庐山 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句话 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 是什么心我不知道 大概是良心吧 可绝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 至于说 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 庐山能否炸平 地球是否停转 我看大概不会吧 这话说得够狠 陈伯达进入毛泽东的眼帘呢 是在延安 所以延安是陈伯达的福地 也许炉山就是他的滑铁炉 我把陈伯达和毛泽东的关系 分作四个时期 蜜月期 平缓期 上升期 和坠落期 蜜月期是在延安 中共中央长征到了陕北 这时候稳定下来了 虽然生活有点苦 但毕竟不用四处奔波了 所以也会误须开一些理论的研讨会 再一次讨论孙中山思想的 座谈会上 毛泽东也参加了 那时候的延安 等级还没有那么分明 毛泽东就是一个旁听者 会上发生了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 孙中山的思想 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 另一种意见认为 孙中山的思想 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 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时候呢 一直坐在后面 一言不发的陈伯达开口了 他出了一个新观点 他说呢 孙中山的思想呢 有两个两重性 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虽然陈伯达的闽南话很难懂 但是他说的慢 毛泽东听明白了 而且很感兴趣 讨论结束的时候 毛泽东站起来 给了陈伯达很高的评价 会后呢 他还把陈伯达留下来 问了他一些情况 原来呢 陈伯达是老革命了 曾经担任过北平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陈伯达到了延安一年多了 但还是默默无闻 他因为人生地不熟 加上他性格比较内向 交往不多 组织上知道他的学问不错呢 先后让他在陕北工学 马列学院教历史和哲学 他本来就是教书将 不过以前竟在福建教书 所以语言不是问题 到了延安 他的闽南话口音很重 讲课的时候呢 学生听不懂 所以呢 他不算一个好教员 后来呢 组织上又把他调到中宣部 当出版科科长 这算是低配了 因为他原来是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嘛 当了个科长 虽然他心有不甘 但是呢 也无可奈何 但就这一点 尽使毛泽东增加了 对陈伯达的好感 哎呀 这个人你看 这个不计较自己的位置 不久呢 毛泽东就让警卫员通知陈伯达 和他一起去陪一个美国记者吃饭 说是让陈伯达陪同 实际上呢 毛泽东是想借机会 和陈伯达好好聊一聊 吃饭的时候 毛泽东又问了陈伯达很多 北平文化界的情况 和周情诸子等学术问题 还问了陈伯达很多其他情况 陈伯达知识原博 记忆力也好 几乎是有问必答 而且呢 还夹杂着自己的见解 他的见解呢 也是毛泽东所欣赏的 毛泽东也精通文史 所以两个人之间 谈得很投机 这次谈话以后不久呢 经毛泽东提议 让陈伯达在延安 开一个中国古代哲学讲座 陈伯达很高兴 也认真做了准备 不久就开讲了 毛泽东带头来听 听说毛泽东在听一个讲座 延安的很多人都动起来了 不少高级干部也去听 普通干部也跟着去听 一时间他开讲座的时候 屋里屋外都坐满了人 这使得陈伯达在延安的理论界 这个名声就大涨 1938年的秋天 在延安成立了一个叫新哲学会 毛泽东点名 让陈伯达牵头 陈伯达也不推辞 当上了牵头人 还动笔写了 新哲学会原起一文 发表在1938年9月的解放周刊上 从此经毛泽东亲手扶植 陈伯达成了延安理论界的权威 那个时候 中央机关一提起理论家 在毛泽东 张文天 王明等中央领导人以外 首先提到的就是陈伯达 得到了毛泽东的青睐 陈伯达的心头一扫阴霾 他不再是一个小科长了 这个科长够得着天了 他一直和中国的文化人一样 有学成文武艺 卖于帝王家的想法 所以他更是往毛泽东的摇动来靠拢 陈伯达也会抓紧机会 他连发三剑 剑剑射中了靶心 那三剑呢 文化人的剑都是指做的 陈伯达给毛泽东承送了三篇文章 首先是因为他想以文章为阶梯 爬到更高处 所以他要卖弄自己的本领 再就是他知道毛泽东不光会打仗 而且读书多 尤其是中国经典 他认为领袖也许就是知音 结果他成功了 陈伯达送的第一篇文章是 墨子哲学思想 他特地抄写的功功整整 同时写了封信 请毛泽东指证 毛泽东立刻就读了 然后给陈伯达写了回信 这信是这么写的 他说伯达同志莫子哲学思想看了 这是你的一大功劳 在中国找出赫拉克里特 这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 他说你在中国找出赫拉克里特来了 有几点个别的意见 行在令旨 共参考 不过是望闻生意的感想 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毛泽东 2月1日夜 这个信写的还比较谦虚啊 毛泽东给别人写信 或者是负信呢 向来都很短 但是他给陈伯达的这封信 却很长 可见毛泽东对陈伯达的重视 说长是因为那个 令旨写的关于 对这个 他文章的修改意见 过了几天呢 陈伯达的第二篇文章又到了 是孔子的哲学思想 这次除了承送给毛泽东 同时也送给了张温天 这时候呢 张温天还是名义上的 挡了一把手 张温天看得快 看后呢 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 建议毛泽东 仔细读一读这篇文章 毛泽东看完了 陈伯达的这个文章以后 39年2月20号 给张温天陈伯达赋信写到呢 说是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 我曾经看过一次 刻苦没有细看 觉得是很好的 今呢 因为你就是张温天 因为你的主妇 我再看了一遍 仍觉大体上是好的 唯有几点可商榷之处 开在下面 请加斟酌 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 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 下列意见 是从伯达文章 望闻生意说出来的 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接着毛泽东写了七点意见 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的看法 建议陈伯达修改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信以后 仔细的对文章进行了修改 再呈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很高兴 回信说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 改处都好 同时又补充了三点意见 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的三点补充意见 再改 再送毛泽东 毛泽东对此十分高兴 这么几个来回下来 毛泽东对陈伯达就更了解了 陈伯达的第三篇文章是 老子的哲学思想 也另外抄送给了张文天 毛泽东这次仍然仔细读了陈伯达的文章 之后呢 复信给陈伯达提出了修改意见 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进行了修改 这样三次送文章 莫子 孔子 老子 都是毛泽东特别懂的先贤 而且他也正在研究哲学问题 陈伯达这下是挠到了养处 也是射中了靶心 这三支箭 没有白射 毛泽东就做出了决定了 调陈伯达到自己身边来工作 1939年的春天 张文天亲自找陈伯达谈话 告诉他 毛泽东亲自提名 中央研究决定 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 陈伯达立即表示同意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不但今后自己前途无量 而且能够与毛泽东相处 两个人兴趣相同 可以共同探讨许多问题 给陈伯达的任命是 中央军委办公室副秘书长 秘书长是谁 是李六如 李六如这个人 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 是60年的变迁 我小时候就看过 他比毛泽东还大六岁 资格也老 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建国后当过最高检的党组书记 副检察长 当然了 陈伯达这个副秘书长 只是头衔好听 实际上陈伯达的任务 就是帮助毛泽东处理军务电报 就是把前方发来的电报内容 向毛泽东报告 然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写回电 他干的其实就是秘书的活 干了不久 新鲜件过了 陈伯达就不太适应了 一来呢 他根本不熟悉军事 很多术语他不懂得 感到很吃力 二来 超超斜斜跑跑腿 请示报告 他没有兴趣做 觉得大才小用 毕竟是秘书期嘛 毛泽东很照顾陈伯达 他看到了陈伯达的不适应 于是主动提议 让陈伯达不再干杂活了 而是让他研究问题 但是要把研究的兴趣 从中国古代哲学 转到研究现实问题 什么莫子 孔子 老子 你就少研究一点 研究点现实问题吧 这样呢 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 定了四个题目 抗战中的军事 抗战中的政治 抗战中的教育 抗战中的经济 然后收集材料 进行研究 对这些资料的收集和研究 使得陈伯达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了解 比较全面 也研究的比较深了 所以呢 这对他以后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文章 是有帮助的 那个时期呢 中共窝居在延安 就那么大地方 就那么几孔窑洞 人们无论是职位高低 都朝夕相处 陈伯达做上了自己喜欢的事 又随时能够见到知音毛泽东 而且这个知音权力也越来越大 后来就当了实际上的一把手 他得到了 也得到 也当了名义上的一把手 所以他得到的指导和支持就越来越多 而且陈伯达刚刚到了权力中枢不久 还是夹着尾巴的 毛泽东对他也很照顾 而且很重用 当然了 陈伯达也善于揣摩领袖的心思 就是在毛泽东的启发下 陈伯达立了大功 就是写出了 凭中国之命运 这是1943年的事情 为了争取人心 蒋介石指派国民党内的大笔杆子 陶熙胜 带他写一本书 蒋介石亲自为这本书起了名字 叫《中国之命运》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讲 抗日的最高指导原则是三民主义 抗战的最高指导的组织是国民党 蒋介石还在书中以新国父赐居 说中正身当我中华民国独立自由 重新发任之初 复兴私息策往历来 特陈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 指出我国民族今后的方向 中国之命运出版以后影响很大 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只有国民党和蒋介石可以救中国 毛泽东当然反对这样的观点 他找来陈伯达登几个秀才 指着《中国之命运》这本书 他以轻松的口气对他们说 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 叫你们做文章呢 其他几个秀才都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当作一句玩笑话 只有陈伯达领悟到毛泽东的意思是让他们写反驳的文章 他由此受到了启发 他把自己关在窑洞里写了批驳中国之命运的文章 陈伯达后来回忆他写作发表批驳中国之命运的文章的时候 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说呢 我一口气写了三天三夜 我一边写一面哭 我太激动了 因为极大义愤吧 我以前写过许多文章 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 他回忆说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将以什么名义发表 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呢 还是评论员文章呢 所以我没有数自己的名字 文章的原标题是 凭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 写完以后 我马上给毛主席送去 当时毛主席住在早园 记得送去的时候 毛主席正在休息 我不敢惊扰他 就把稿子留在那里 回去了 毛主席起来以后 就看我的稿子 一口气看完 然后在原稿上 添了很多极精锐 精彩的句子 并数上了我的名字 第二天一早 毛主席派人把我找去 他把稿子给了我 上面写着他的批示 送解放日报发 正巧呢 周恩来刚从重庆回来 毛泽东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 周恩来也参加了 讨论了这篇题目 这篇文章 题目呢 就简化了 改成 凭中国之命运 讲 陈伯达很得意 他回忆说 这篇文章 1943年7月21日 解放日报发表 周恩来还指示 用内部电报 把文章拍送 重庆 在国民党统治区 印小册子发行 这个文章发表以后 蒋介石发了一个 内部通令 严禁 这个小册子 在 这个国统区来 流行 并且呢 叫他是 陈匿伯达 受到了蒋介石 亲自的 这个 这个 指示了 凭中国之命运 发表后不久啊 不光在沿岸广为流传 使读者感到 说得有理 博得痛快 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 也广为流传 使那里的读者 也感到 道理在中共方面 中国的思想 不能统一于国民党 特别是一些青年读者 由此 这个 看了这个书以后 就投向了中国共产党 这样呢 陈伯达的名声啊 不再局限在延安了 而且扩展到 全中国 毛泽东的文胆 和蒋介石的文胆交锋 陈伯达是胜利者 起码 在延安的人 大都这么看 功劳呢 不是陈伯达一个人的 还要属于毛泽东 因为他利益 是他利益的 是他修改的 而且加上了 入目三分的一段话 毛泽东在陈伯达的文章 一开头 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这么说 说中国国民党总裁 蒋介石先生 所著中国之命运 还未出版的时候 重庆官方刊物 既传出一个消息 该书是由陶熙胜 担任教队的 许多人都感到奇怪 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 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 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 速日鼓吹法西斯 反对同盟国 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 任何汪金卫千丝万缕的 纠合在一起的 臭名远著的陶熙胜去教队呢 难道国民党中 真的如此无人吗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 陶熙胜又写了一篇 歌颂此书的文章 中国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 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 为什么中央周刊 这样器重陶熙胜的文章 难道蒋介石 蒋先生的作品 非要借重陶熙胜的文章 去传播不成 总之 所有这些 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此 引起人们的惊奇 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毛泽东这支笔 确实很厉害 但是呢 毛泽东 亲自为陈伯达属上名 这件事 更让陈伯达感激涕零 投桃报李啊 陈伯达在凭 中国之命运的一文中 就十分明确的提到了 毛泽东的思想 他这样写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是毛泽东的思想 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一思想上 不但和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相同 而且也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思想相同 但是 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是要求 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 根据自己的国情 提出正纲 决定政策 而依靠人民 自己就自己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工作 正是这样做的 可以说 陈伯达是较早提出 毛泽东的思想的人之一 因为这件事情 毛泽东对陈伯达就更加赏识了 1943年8月 毛泽东亲自列了 党内五篇必读的学习文章 其中前三篇是中央起草 并发表过的文件 第四篇 就是陈伯达的 凭中国之命运 除了这篇文章 陈伯达的笔下 还流淌出很多文字了 比如说 人民公敌蒋介石 中国四大家族等等 按照现在的观点 这些文章也许有很多根据不足 但是在当时 确实起到了战场上 很难达到的效果 毛泽东历来重视宣传 比如说他写丁铃 先比一只 谁与似 三千毛色精兵 就是说一只笔 顶上三千精兵 就是这个意思 陈伯达的中共党内李伦佳的地位 初步奠定了 1945年 中共七大 决定选出正式的中央委员44人 候补中央委员33人 陈伯达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而且他的名字排在了黄克城 王首道 黎玉 邓颖超 谭政 这些老资格的革命家之前 那个时候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含金量非常高 好 关于毛泽东和陈伯达的关系 我就先说到这儿 咱们下次继续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见